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杨姓男子4日晚间骑车在路边被警方盯上,警方在他口袋里搜出6包包装过的毒品,不过杨南以影凹说,这是保险套,因需求多才会一次带6个,不过警方发觉包装内没有保险套特殊的形状,加上大小比保险套大,马上要杨南别再装。 经过检验后,警方发现包装内的粉末是黑毒成分,属于毒品咖啡包的便衣版,讯后将他依毒品罪嫌疑送法办。 25岁的杨南没有千科,他4日晚间因为骑车爽帅,不时放手骑车,被警方盯上蓝茶。 在同意搜索的情况下,警方在他身上起出6小包外形,大小类似保险套包装的不明物品,警方怀疑这是毒品,不过杨南却狂称,这是保险套。 警方仔细摸了一下包装物,发现里面可能是粉末状的物品,并没有保险套包装的特殊涂起,要杨南不要再装傻。 这时,杨南采坦成这室内有K毒的基容饮品。 警方采证后发现,含有K毒成分的粉末包,是毒品咖啡包的变异体。 杨南持有的6包基容K毒,超过20公克已经涉及刑法,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